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2月17日 河床适应帕托拿图 周四早上,阿根廷职业联赛杯继续进行 届时河床将对阵帕托拿图 帕托拿图近五仗位长一胜 球队可谓毫无比赛状态 面对实力上乘的河床 帕托拿图不宜高估 作为上级的阿甲冠军 河床的实力固然无庸置疑 河床无论进攻或防守方面的表现 都是阿甲最出色的 均常斩获2.12球和10.76球的表现值得肯定 而其中就不得不提东窗 已经与曼城签约的阻力安爱华里斯 此子不仅是河床队内射手 更是上级阿甲的金靴得主 在下窗开启之前 他也会继续留在河床为球队建功立业 更何况阵中还有名列上级阿甲神射手绑前列的B.罗美路 此外 河床上级也在阿根廷职业联赛冠军杯的争夺中 以4比0击败高龙 从而摘得该项赛事桂冠 尽管上仗河床以一球不敌胜达飞联 各项赛事四场不败记录就此作股 不过从整体表现而言河床实力依然在帕托拿图之上 此番里应堪好河床斩获胜利 上级阿甲帕托拿图已联赛第23位收官 期间的25场比赛仅仅是赢了5场 胜率仅为20% 相信以这样的表现已经很难与金杖对手合床抗衡 从帕托拿图近况来看 球队状态可谓毫无起色 连同上级联赛收官阶段 帕托拿图近5场比赛均无法取胜 期间军场是一球之余 进攻端更是一球未入 此番对阵阿甲未免冠军可谓毫无迎波的资本 需要注意的是 帕托拿图近2次与河床交手战绩同样惨不忍睹 期间帕托拿图成门7次被河床攻破 而且进攻端颗粒无收 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两队之间的实力差距 在实力状态以及心理层面都不占优的情况下 帕托拿图在战河床依旧无力迎波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